那么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啊 我们接下来开始进入第二阶段的 节播 我们接下来就开始进入到咱们技术部分 里面的第一个专题 道路工程的讲解 如今所述道路工程给大家的 感觉一定是 杂 所以呢既然质量杂 同学们通常会感觉很乱 那我们如何让 这个知识不乱呢 我个人的认为 第一个就是希望大家 把这些知识点呢 最好搞清楚他考试的类型 说白了就是 哪些知识点 他可能考选择 那么针对于可能考选择的 这一类型的知识点 大家只要有印象即可 那么把一些比较混淆的 这个点 你搞清楚就可以了 如果是按理题出地点 我建议同学们就要注意了 按理题你可能需要 要把他的关键词画出来 并且要背一背记忆 那这个内容呢就建议大家 利用我们的思维导图来进行总结 思维导图来进行总结 所以关于我们的道路工程 我给大家的主要两个建议就是 第一就是分清楚 咱们考试的对象类型 到底是选择还是按理 选择主要看一看 有印象就行了 按理还是要作为重点去复习 把关键词能够通过思维导图 写出来 好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道路工程 那首先呢 我们在授课的时候呢 主要是用三个方式 第一个方式呢 我们在任何一章节开始 我们都会给大家补充一些基本概念和空间感 这个内容教材上是没有的 所以呢 我们重点要求大家去做笔记 可以把讲义打印出来 在上面做笔记 也可以 如果你还没有买课程 那么你呢 就只有自己靠做笔记了 好 那接下来我们首先先给大家讲一下 咱们的城镇道路 它的基本概念 首先就是一幅城镇道路的 一个图 在这个图当中 我们看到 它主要有以下几个部分构成 第一个部分就是 位于中央的这个绿化带 是吧 那么当然这个中央的绿化带呢 我们在这里面通常不叫绿化带 咱们叫什么呢 咱们叫做中央分隔带 咱们叫做中央分隔带 那么很多同学都认为 这些专用名词很难记 好了 那我告诉你 其实不难 中国字最大的特点就是 它很形象 所以同学们把中央分隔带 分成两部分 中央表明这个分隔带 是位置在哪里 没错 是位在正中央 所以叫中央分隔带 那么这个分隔是什么作用呢 没错 是分隔对向行驶车流的 由于这两个方向车流速度非常快 那如果说不给它做这样一个分隔带 那么它们有可能会出现正面的撞击 这样非常危险 所以呢 我们在整个道路的中心线上 设置了位于正中央的 用于分隔对向行驶车流的带状构造物 我们就叫做中央分隔带了 好 那么这个中央分隔带分成哪几部分呢 我们把这个图呢 给它再用一个放大的图来看 No 就是它 你会发现中央分隔带呢 其实就是中间这个绿化带 它两边主要通过我们这个路语原池来进行分隔 好了 再给你拉一张图看 说白了 我现在用到的方法是逐渐把这个图怎么样 放大 你放大之后 你看一下啊 这个中央分隔带 也就是个绿化带两边 跟咱们的路面之间靠什么分隔 好了 放大之后 你看到靠什么分隔呀 这个东西叫什么 同学们 这个突突地内一定高度的这个侧石 咱们叫什么 没错 刚有同学回答出来了 叫路原石 叫路原石 位于路边缘的这些石 石头 对吧 我们叫路原石 其实这个呢 不可能说完全用石材去做 也可以用什么做 主要现在用到的是预知矿 然后给它做的 那么它呢 又有历史和平时 那你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就是历史 那这里所看到的就是我们的平时 就是我们的平时 所以路原石主要有两类 一类的话就是历史 另外一类就是平时 它主要是将我们的风隔带 跟我们周边的路面做一下风隔 好 那么中央风隔带咱们清楚了 位置也清楚了 那中央风隔带的两边是什么呢 大家看到 中央风隔带的两边 你们看这个图看到的非常清楚 中央风隔带的两边 也就是路原石到我们这条白线之间 它是有一定距离的 这个距离我们一般宽度大概是0.5米到1米之间 那么这个叫什么呢 这个叫路原带 啊 这个叫路原带哈 这个叫路原带哈 这叫路原带哈 路原带 所以路原带它跟路原石是有区别的 路原石是立起来的 是不是 是立起来的 是吧 这个叫路原石 或者水平放置的 这个是用于分隔咱们的隔离带和路面的 而我们的路原带是有一定宽度的 是吧 是路原石和我们这个白线之间距离 这个叫路原带 而我们一般将中间带 啊 这里又有一个名称了啊 中间带就称谁和谁之和呀 没错 中央的这个中央风隔带 然后呢 再加上我们的是 再加上我们两边的路原带 两边的路原带 那么我们就叫做中间带了 啊 就叫做中间带了 好了 这里中间这一块我已经讲清楚了 刚才读学问说平石和平原石有什么区别 其实呢 平原石就是平石 但是实际很少有人称平原石 一般都叫做平石啊 有些人说老师 路原石能挡土吗 我们说路原石像刚才你们所看到的 历史它完全可以起到挡土作用 是吧 但是只是挡花坛里面的绿化用的土 是吧 好 那么再往两边 你们看到 这里就是我们的车行道了 对吧 而且你们这里看到车行道 主要是为我们的机动车提供我们的通行 是吧 这叫做机动车道 啊 机动车道 好 那么再往两边 你们看到这里有一个带 这个带叫什么呢 好了 这个带它也是分隔带 啊 它跟我们的中间分隔带一样 都是起分隔作用 但是分隔的对象是不一样的 它用来分隔谁呢 它用来分隔这个同向行驶的机动车和 飞机动车 啊 它是来分隔同向同向行驶的机动车和飞机动车 所以这个分隔带呢 它是位于整个道路的边部的 所以通常我们叫做边分带或者是侧分带 或者是侧分带 或者是侧分带 你看这两边是不是都有啊 对称的是不是 叫边分带和侧分带 同样边分带两边也包括路原石 以及我们的路原带都是有的 一模一样的设置 同学们就清楚了 还有这里面请大家务必要清楚的一个概念就是 通常我们叫这个路为主路 比如说你们可以看到 我的主路主要解决交通量 是吧 专门供车行驶的 它的主路设置了几车道呀 没车 八车道 是吧 那么你们在这边看到了这个一般叫辅路 这个一般叫辅路 所以在另年真题当中 案例题当中喜欢用主路和辅路来做区别 那你要知道它们的位置和功能是有区别的 好 那么再往两边 你们看到这个地方所给的 这个地方所给的就是谁啊 没错 就是我们的人行道了 对吧 好了 我这里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如果你回答不出来 你就今天或者是现在走走走到你们的城市道路上去看看 人行道到底跟我们的主路和辅路的高度有区别吗 咱们的人行道它的高度是不是要比我们这个车行道啊还有这个主路辅路是不是要高一些啊 没错 一般要高一些是不是 而且呢 一般人行道大多贴的就是砖 对吧 那么我们的主路和辅路大多用的都是我们的沥青路面或者是水泥浑土路面是吧 就搞清楚了 所以整个道路的路幅构成基本构造同学们都一清二楚 包括有中央翻转带 有侧翻转带 有主路 有辅路 还有我们的人行道 对吧 非常清楚 好 那么空间概念建立完了以后 我们未来在考试的时候 很少给你画这整幅的空间图片 大多通过施工图 大多通过施工图 来给你展现 那么我们最起码要知道施工图是怎样表达的 对吧 怎么表达呢 哎 那我们说通常咱们要知道纵横的概念 所谓的纵向说的是什么意思 你看林老师这里用这个红字箭头 标出就是纵向 在中国有句话 长为纵横为短 一条道路哪个方向是长度方向呢 哦你知道了 就是沿着车辆的行驶方向 那就是纵向 是吧 然后垂直于我们的纵向方向 方向就是谁啊 横向方向 所以呢 我们经常施工图对于道路来说 用的比较多的就是咱们的纵一段面图和横一段面图 啊 所谓的纵断面图就是沿着我这个纵向方向 给他 剖切一刀 然后呢 从这边往这边看 所得到的投影图就是我们的纵断面图了 那么所谓的横断面图是什么呢 没错 就是沿着我的横向方向 像切西瓜一样的 剖切一下 然后人 再来这儿 往这边看 所得到的投影图就是我们的横断面图了 在历年考试当中 咱们的道路工程 其实考的最多的是横断面图 目前还没有考过纵断面 主要考的是横断面 OK 啊 那这个大家要清楚了 纵横怎么去剖切 搞清楚了吗 长为纵 横为短 对吧 好 那这个纵横方向大家搞清楚了 对不对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我这个图 首先大家先告诉一下 我这个图它是什么图 是纵断面图还是横断面图 看图告诉你的技巧啊 一定要先看什么呀 看图一定要先看什么 要先看图名啊 人家告诉你的很清楚啊 是横断面图啊 就是刚才林老师说的 啊 沿着我这个黄线的这个方向 给它垂直剖切一刀 所以看到的图就是横断面图 好了 在这个横断面图上 不就是把刚才那个图 又给它画了一遍吗 没错 那这里我就给你标出来了 那这个地方 你们所看到的这个 呃 有绿化部分的 那这就是咱们的中央分割带了 是吧 在两边看不到的 我就没给你画了 像咱们的路源带有两个 是吧 再往这边 你看到就是我们的机动车道 是吧 再往这边就是我们的边分带 或者是叫做侧分带 然后再往这边 就是我们的非机动车道 或者你可以叫做辅路 这边可以叫做主路 这个可以叫做辅路 对吧 再往这边就是我们的人行道了 所以呢 刚才有同学说 老师 这是几幅路 是四幅路 对不对 好了 我这里呢 顺便给你讲一下辅的概念啊 所谓辅的概念 一辅就代表一块板 一辅就代表一块板啊 一辅就代表一块板啊 什么叫一块板呢 好了 同学们看一下 一辅就代表一块板 请问这几个车 是不是在一块板上跑的呀 没错 这是一块板 好 我换个颜色啊 好 这个是不是一块板呀 没错 为什么呀 因为这几个车都跑在一个路面板 然后这几个车是不是也跑在一块路面板呀 好了 这是第二块板 为什么它是两块板啊 因为中央被中央分隔带给它分成两部分了 是吧 所以这是两块板 然后我们这边的辅路又各自用了一块板 是吧 这个板就是我们的路面 是吧 路面是不是 一块板 两块板 三块板四块板 有些人 我是这个上面的人行道算不算一块板呀 好了 人行道算不算 人行道算不算 不算啊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我们说这里面的几块板几幅路只跟谁有关 只跟我们这里面的行车 还有包括我们的机动车飞机车有关啊 跟人没有关系 而且它是个路面大多用到的是我们的高等级路面 力气路面或者是水平路面 所以这里面到一块板两块板三块板四块板或者叫做单幅路双幅路三幅路四幅路跟谁无关跟人行道无关 所以这里是四幅路 刚刚同学回答正确啊 好 这个讲到这里哈 好 那么关于我们整个空间概念 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了道路的横断面构成 它的每部分名称在未来你们案例题当中经常会遇到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知识点 希望大家掌握横断面的各部分构成 如果呢 你是一个非常好学的同学 那我觉得你可以拿一个本子自己去画一画横断面 并且把它的各部分名称标出来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进入一个自下而上的一个横断面讲解 刚才讲这个横断面是讲的我们的从左到右或者是从中间到两边的一个状态 好了这里面给大家补充的概念啊 一般我们的横断面图在看的时候通常是由中间往两边去看 由中间往两边去看 为什么这么说 原因是因为咱们施工道路的时候一定是先定中心线 其次往两边施工的时候两边都是对称的 所以呢 咱们看到路看桥梁看隧道等等都是先从中央往两边去看 这个概念比较有 而且中国人做建筑都是对称的 大部分都是对称的 不能说完全对称的 但目前来讲我们的路桥碎都是对称的 所以先看中线再看两边 好 目前往下面呢 大家注意一下就是关于我们的自下而上的结构层构成 就是我们这个道路吧 它呢 换个颜色啊 一般大家看这个红色是比较刺眼对吧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自下而上看这个道路的横断面工程 那么自下而上这个道路是怎么修起来呢 哎 首先第一个概念你要知道咱们所有的工程都是从下往上去施工的啊 那么位于最下面的是谁呢 请注意是道路的路基工程 请注意这里的关键词我讲的是路基 它是道路的最底下的一层 这个路基又建在哪里呢 哎 路基一般建立在下面的原地面上 呃 原地面又叫做原地基 什么意思啊 意思就是说我们在一片空旷的地面上面填土填成了路基 那么这个路基的货点由谁来承担 没错就是由原来的地面来承担的 这个原地面我们就叫做原地基 好 那么原地基上面是谁呢 就是路基 啊 这个路基到底是用什么材料做的呢 哎 大家注意 你要认识它 你得知道它是女的还是男的 对吧 你得知道它用什么材料今天穿的什么衣服 你才可能长的什么样子 你才可能去辨别它 对不对 所以大家注意啊 路基用的材料主要是土或石头 说完了世界上最便宜的材料就是土或石 对吧 所以呢 这个路基它主要是用土或石填柱而成的 或者是开挖而形成的 所以在未来我们讲路基它又包括土路基或石路基 对吧 好 刚才有同学问了说原地基需要处理吗 那就看原地基的情况了 比如说你修这个道路 如果原地基是一片池塘 你说你能在一个池塘上面直接填住路基吗 不可能的 对吧 你需要将原地基处理 处理到什么程度呢 处理到它具有足够承载力的时候 你才会在上面继续进行修路 是吧 所以呢 这个是经常出暗路基的处理点 往上面我们修住路基 路基修好了 接下来我们再往上面做路面 所以对于道路工程来说 自下而上主要有两个分布工程 哪两个分布工程呢 最下面的路基 这个路基说白了就是路面的基础 简称路基 路面的基础简称路基 那么这个路基 往上面做好了 我们就来做路面了 路面包括什么呢 包括电层 包括基层 包括面层 好 那么这里面我们要跟大家讲讲看 很多人傻傻分不清楚说 老师基层跟咱们的路基 有区别吗 你告诉我 有区别吗 有没有区别 有没有区别 有啊 有什么区别 基层位于路基之上 他老干就压力怎么样 不在一层 而且基层属于谁啊 属于路面 对吧 而路基属于谁啊 路基单独的一个分布工程 对吧 所以两个要区分清楚啊 完全不为同一层次 基层属路面 路基属路基 对吧 好 对于基层的材料有何不同 后期再讲 我们这里不讲 好吧 好 那么基层上面是面层 这就是我们的路面工程了 所以通过今天讲解 最起码要知道 整个道路分成两个分布工程 路基和路面 路基就是路面的基础 那么它一般有土 或石来构成 而我们的路面 又包括电层 基层和面层 三个子分布工程 而基层呢 它是面层的基础 所以叫基层 电层呢 告诉大家 可有可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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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时候 无 哎 我们到后面再讲 好吧 这里先给大家一个整体概念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清楚了 整个道路结构层次之后 我们再利用这个图 来给大家讲 它的材料有何不同 功能有何不同 首先 你们看到 修路 修桥 修随道 都是自下而去施工的 那么你们大家所看到 这个内容看到 这个路基 是不是先施工啊 你们所看的这个 就是用土 筑成的路基 对吧 路基先施工 怎么施工 要不就是田 要不就是挖 田完挖完 就要给它怎么样 用亚路基使劲呢 给它怎么样 压实 压实了以后 路基质检完成了 合格了 接下来怎么办 接下来跳到我们的第二个部分 也就是电层 电层做了 再往上面再来做谁啊 基层 基层做了 再往上面做谁啊 面层 OK 那么这里面 你们观察一下 在我们的路面工程里面 谁最后呀 谁最后 谁最后 在路面工程里面 谁最后 没错 刚刚同意说 是基层 所以呢 基层最后 是因为它起 沉重作用 它起沉重作用 它是面层的基础层 所以呢 它最后 好了 那么基层上面 才是我们的面层 面层跟谁直接接触 跟我们的车辆 直接接触 啊 所以这里面 给你一个简单的概念 让你理解一下 当一辆车行驶在面层上面 那么这个车辆的货载 从上往下传递 你们认为 这个货载是越变越大了 还是越变越小了 这个面层从上往下传递 这个货载是越变越大了 还是越变越小了 没错 货载是越变越小了 所以很快你就知道 面层用到的材料 强度 刚度是最高的 其次是谁 基层 再次是谁 路基 所以这里面经常 注意到考题考什么 考 说你道路的路面 面层和基层材料 从上往下 越来越怎么样 没错 强度越来越低 成扩散状态 是吧 好了 那你就搞清楚了 接下来再来看一下 咱们整个道路的 基本结构层 那么对于道路 这个基本结构层 大家看到的更清楚了 下面路基 是缩散土 然后经过压制以后 作为我们的路基 路基再往上面做 你们看到 这里面没有做电层 因为我说过 电层怎么样 电层可做可不做嘛 谁是必须的 基层 路基 面层是必须的 这个基层 大家看到 它又分成基层和底基层 对吧 又分成基层和底基层 那么很明显 由于底基层在下面 基层在上面 所以你们大家告诉我 谁要求材料更好一些 好了 就是有部分同学 可能会觉得 我讲的很细啊 因为咱们说实话 咱们这个参加直播的学员 他有新学员 也有老学员 那么老学员 可能在听的时候 就要慢慢的去回顾一下啊 不要着急 好吗 我今天还看到了一本书里面 写一句话非常好 他说 如果呢 你想要变强 那么你最好 就是要先成为别人的样子 就先把别人做好的事情 你做的一样好 那么你才可能在他的基础上 有所创新 有所创新 好吧 好 那这里大家注意一下 好 那么再往上面的话 就是我们的基层和底基层 那么大家看到基层 是不是强度要求比底基层高啊 因为刚刚说了 核载式成什么 扩散作用 越往下 我们说越扩散 所以在这个图当中 大家可以看到啊 我们上面是基层 下面是底基层 很明显基层材料 他用到的材料 比我们的土基要好得多 为什么 整体性更好一些 那么我们教材里面 基层材料呢 主要有两类 哪两类呢 一类就是我们所谓的 无基结合料 无基结合料 稳定力量 那么他最终养护形成以后呢 就成为这样的 整体性很强的材料了 那么下一类呢 就是我们的力量类 就是我们的力量类 力量类材料 比如大家所熟悉的 极配碎石 极配力石 对吧 那么这些就是力量类 那么力量类 它的整体性 由于不如无基结合料 所以在城市道路里面 用的比较多的是 无基结合料 稳定土 就你要有基本概念 好 那么再往上面 你看到 用到就是更好的 力氢混合料了 是吧 所以我们的面层呢 它通常一般分为 双层式 或者是三层式 你们这里面所看到 就是我们的三层式 那这里面又分为 表面层 中面层 和下面层 是吧 表面层 中面层 和下面层 是吧 好 这里注意一下 好 那这是关于我们道路的 一个基本构成 同学们清楚了 它的自下而上 结构层以后呢 我们到后面讲 教材的框架 同学们就了解了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一个细节 什么细节呢 实际上在我们 做案例题的时候 咱们都知道啊 对于道路 是最喜欢 结合谁 考案例了 对于道路 是结合谁 最喜欢 考案例了 诶 我们知道 最喜欢 结合我们的 管道和管廊 来进行考试了 是吧 所以呢 我们说 为什么呢 诶 原因就是因为 这个道路下面 一般都是 辐射了大量的 管道 管线 以及我们的管廊 所以这个概念 你必须要有啊 一般对于 道路 如果是新建的 这些管线 是新建的 我们为了防止 拉链马路 咱们应该怎么施工呀 绝对是 先深 后浅 对吧 肯定是先施工 我们埋身 最深的这个管道 再施工 这个管廊 再施工 这个管道 再施工 我们上面的路基 和路面工程 是吧 那这就是我们经常 考案例题 所用到的程序题 由深至浅 先地下 后地上的 施工原则 这个在往年出现 我们的排序题 经常会出 好 那么其次呢 大家还要知道 对于道路工程 除了跟这些管囊 和管线 有关系以外 它还跟一些 特殊构造物有关系 比如说 咱们一般 对于道路来说 中间 一般是比较高的 两边 两边 一般是比较低的 为啥呢 因为我们主要是为了排水 所以我们会设置成 这样的中间高 两边低的路拱横坡 刚才说过 肠位纵横位短 对吧 这叫做路拱横坡 是吧 那么横坡设置的目的 就是为了排水 那么当水流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那么水流到哪里去了呢 给大家看到一个想图 一般在我们的路原石附近 咱们通常都会设置 这个叫什么 林老师现在圈的这个叫什么 这叫什么 这个呢 我们叫做进水口 或者是叫做雨水壁 都是OK的 都是OK的 那么你们所靠这个铁栅栏的 像样子的 对吧 都叫做雨水壁 雨水壁 好 那么也有同学叫做雨水壁子 也是可以的 都OK的 那么也有些图纸 他就直接称作进水口 进水口是个统称 具体的 这个一般叫做进水壁 或者叫雨水壁 都OK 那么字枉下面 其实是有一个井的 对吧 就是我们的雨水井 啊 雨水井 所以再把水呢 通过雨水井 再排除到我们的管道和管线里面 所以这个细节 大家也要注意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对整个道路工程的空间概念 就建立完了 咱们重点给大家讲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就讲了道路的横断面构成 另外一个方面就给大家介绍了 自下而上 它的结构层的构成 要求大家区分清楚 路基 基层 面层的层类和功能区别 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建立起功能 没关系 到后期我们再给大家在教材上细讲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在讲教材内容之前 首先给大家画一画 咱们的思维脑图 我们这里面 报路专题 会给大家讲四个方面的知识 第一就是施工技术 在施工技术这一块呢 我们重点给大家讲解 路基施工 基层施工 和面层施工 那么在这施工技术里面 同学们应该知道 路基是最近几年考试的热点 而且大多数都考的是大家很熟悉的 当你的原地基不当 到底怎么去处理 也就是不良地基的处理 那么第二个就是考察 咱们路基到底如何去填 如何去提挖 如何去压 对吧 主要是考这个问题 它是热点 那这个每年必考的 当然这个必考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选择或是案例必考的 那就是咱们的基层了 主要考是无极结合料 它的施工技术 不刚选择就好案例 在最近2020年和2021年 它分别出现了一道大概五分的案例题 好 那么面层施工 百分之九十八的可能考的是谁 没错 沥青路面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黑色路面 但是也有百分之二的可能会考水泥路面 也就是大家很熟悉的水泥混凝土 的一次路面 可是同学们要知道水泥混凝土路面呢 在我们2020年 广东海南补考试卷理念 它居然出现了一道二十分的案例 当年很多人惨就惨在 这个内容上没有复习 所以我在精准阶段 一般还会给大家介绍水泥混凝土路面 但是呢 要告诉大家 种种之动还是掌握谁呀 利器路面 我们的白色路面 水泥路面的施工呢 它一般考选择 案例题考的顺少 它只是一个后比对面 你不要清楚 哪些是西瓜 哪些是芝麻 好 那么再来看一下第二个部分 就是质检部分了 我们在教材上 整个内容你可以看到 由于技术部分 讲完了之后 我们说整个全部结束了 才会讲咱们的质检 但是到那个时候 你可能把路基都忘了 所以我们在今后讲课的时候 路基施工技术讲完 我们就会紧接着给大家讲 路基的质量产业验收 然后基层的施工技术讲完 就会紧接着给大家讲 基层的施工质量产业验收 是这样一个过程 然后让大家做到一个心中统一 就是心中把这个知识呢 给它统筹起来 另外就是东与其施工的质量保护措施 你们知道的 这个内容在2014年以前 是超高频考点 但是呢 在2018年之前 几乎就没有考过了 也就是14到18 是真功期没考 但在最近几年又开始活跃起来 这个内容背一背 记一记 我只会让你背 我不会洗脚 好 最后一个与道路相关的法规 像账用道路 YP道路 需要履行什么程序 经常会出现一些案例问答 好 又是整个道路工程 这专题 我们要给大家讲的大框架